8月7日农历7月初期,海南宝亭黎祖苗族自治县七仙广场上水花四溅,欢笑连连。 数万当地民众和游客聚集在此,共度2019年海南七仙温泉吸水节。 七仙温泉吸水节是海南黎祖苗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。 当地黎祖苗族历来有吸水习俗,经历代相传,逐渐行程、洒水、打水仗、打水漂等一系列吸水活动。 节日当天,当地民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早早地聚集在七仙广场上,迎接吸水节的到来。 不论男女老少,不论相识与否,都纷纷拿起各式各样的水盆或各种水枪,欢快地相互泼水嬉戏,传递祝福。 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甚至打起激烈的水仗,全身湿透,乐在其中。 此次吸水节邀请了台湾的参访团。 他们不仅为观众带来极富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,还参与到吸水狂欢中, 与当地离族苗族同胞手牵手围成圈,跳起欢快的舞蹈,增进两岸同胞情谊。 我们来了第六年了,每年的感觉都非常非常地开心,好嗨,好兴奋。 因为来这边演出是让我们的两岸交流,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, 我们把所有压力,把我们的忧伤来这边之后呢,用水泼出去之后, 我们变成一个非常开心健康,而且过得很幸福的人, 而且我喜欢宝庭,喜欢你们。 据介绍,源自民间的海南七仙温泉吸水节,自2000年开始举办以来, 已成为展示海南离族苗族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重要平台。